大家好,我們是エッパ・ダ・エッピ 是今年春天才成立的台灣設計師品牌 結果我們還很輕 這是兩位創辦人 那為什麼我們會碰在一起? 其實我們兩個是高中同學 但是高中的時候不認識 就是大學拿了四年的朋友 然後之前有講到 之前沒有沒有 我自尾街上就知道 就是我後來對服裝開始有興趣 然後我畢業的時候我就問他說 可不可以陪我出來一起廣播聊 那出來之後我就開始聊了很多 對於台灣服裝產業的現況 那默默也覺得我們很多的理念等等都是很契合的 所以我們就決定出來一起創業 然後這個牌子叫做エッパ・ダ・エッピ 就是我們兩個的名字加起來 然後エッパ的意思 它是一個重要時期新紀元的意思 所以我們覺得這不只是我們兩個人生中一個 算是很重要的決定 也希望大家在面對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時候 都可以很有勇氣地去做 為什麼想要創立古牌 除了我們 我們兩個風格等等 都有覺得很契合之外 我們有看到一些台灣的服裝產業有些問題 就是快速、時尚 這個不只是在台灣 在全世界都有很大仗的問題 他們一個星期可能可以有一到兩次的生活 然後廣拍可能10家有把家都是 韓國啊、韓版啊 現在流行什麼 我們都做什麼 還有黑白潮流 不是要攻擊的意思就是 就是現在我們覺得有很多很好的顏色 或是像台灣曾經也有很多很多元的風格 但是到現在可能某一家或是很多家 都只賣黑色或是白色的東西 再來行銷方式 我們覺得 之前在新聞也有很被討論的 這個就是業配文的問題 就是會用很多的小模啊、網美啊 然後再做一個品牌的行銷 那我們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不健康的方式 在後面會提到 那韓國跟台灣的話 是我們想要舉一個日本之外 那韓國其實也是離我們很近的一個國家 那他們的服裝產業在設計上面非常的多元 他們的設計多元同時 他們在材料或是物料上面的選擇就會很多 那他們政府的補助非常的多 就是比起台灣這塊的資源是相對比較匯犯的 大家應該有看到就是我們一直出現紅頭紅的顏色 就是為什麼我們會想要用紅色做為這個品牌的顏色 那基於前面有想到黑白潮流等等 我們覺得紅色其實它是一個非常 可能年輕人會覺得它很傳統 會覺得它不敢嘗試 會覺得有點老氣 會可能就想到說啊過年啊 是不是結婚才可以穿紅色燈籠啊 一些昂貴什麼都是紅色 但是我們覺得紅色它其實是一個非常正向 它是一個很陽光的顏色 除了它很有辨識度以外 我們也覺得這個顏色非常具有挑戰性 所以我們想要從一些比較日常生活的設計開始 把這個顏色帶入大家生活上可以做一些搭配 我們最大的發現最大的問題就是前面有講到說 我們覺得用網美來做一個行銷是滿健康的方式 因為大家可能看到美女然後就去找這個品牌 那是不是有一天我們不用美女了 那大家就離開我們 而不是真的看到這個品牌的設計 或他們的價值在哪裡 那它就網美來讓這個品牌快速的成長之後 它甚至就又會輪為可能一些低價 它需要很大的量去做很浪費在很多庫存等等 對於這個社會都是一些比較不需要也不好的事情 那之後就交給Eddie 來 我們如何付諸行動去實現 我們希望透過贊助或是合作的方式 讓一些真正值得被暈倒的各界人才 地步他們可能比較默默跟餘 但他們很有才華 但是沒有我牌被大家看到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贊助和合作 讓他們一起被更多人看到和發現 然後未來希望能夠利用品牌的力量 通過更多的公立活動 一樣也是希望讓那些弱勢的人 可能被看到 並且更有更多的人願意跳出來幫助他們 浪費的最小可能性是指 我們希望在設計上做到最好 款式不一定要多 但是我們希望所有貨買回去的人 都能夠就是 聊到一些事可以 好幾年以後還是願意拿出來穿搭 接下來就會我們跟大家 介紹一下我們和其他人 或是其他產業的一些合作的小故事 這個是 Jason Paye Studio 他是一位Open出法和手寫字體的藝術家 我們的Logo就是請他特別設計了 然後在跟他溝通合作的過程中 有被他對於字體研究熱情嚇到 但是他有提到說 這樣的意圖領域 在台灣目前是比較少人知道 大家可能印象中都覺得 用電腦把他一拍拉一拍 但是可能少了溫度 我們很高興能夠透過這樣的 很多方式讓更多人知道 在台灣其實也是有這樣子的人才 很值得被大家發現和看到 Azin Her Train 是一位超化家 他是台灣人 他也是藝術家和櫻花設計師 他的作品常常被形容為 明亮、鮮豔和非常歡樂 這幾個關鍵字其實和我們的品牌 風格非常詳盡 也是我們一直想要呈現的 他在我們這次夏天的系列中 我們特別邀請他繪製的衣服 就是他心目中的 我們大概是什麼樣子 他心目中的APO by AD 是什麼樣子的一個品牌 然後我們也很高興透過這樣的合作 讓更多的人看到他的插畫 看到他的採摩 我們兩個其實自己並沒有特定的宗教 就是特別從信仰 但是我們對我們知道 宗教信仰在人類的文化裡 其實是富有正面 最下意義的 然後這是台南火水基督教會的 一個歌舞曲表演 我們贊助了他白色的襯衫 看著演員在上面表演 透過這樣的表演去傳達一些好的力量 或是他們對於宗教會有哪些想法等等 可以參與這樣的活動去傳達好的力量 我們覺得非常的開心 同時也是我們想要表現的 除了和剛剛所提到的那些 藝術家參畫家進行合作外 我們又跟學生合作 這是一位目前在英國留學的台灣學生 他就讀的是服飾 就是比較服飾和時尚的設計 那個領域的影像設計 然後這是他的畢業製作 他希望能夠透過台灣的團隊 那邊有字幕就是 所有裝法 造型等等 model 全部都是台灣人 希望能透過台灣的團隊 台灣的model 台灣的景點 甚至是台灣興瑞設計師品牌 除了我們以外 還有跟其他的品牌合作 然後希望能透過新的台灣文化 跟傳統的台灣文化去做碰撞 藉由這樣的碰撞 讓外國的人 就是在看著他的畢業製作的時候 能夠更了解台灣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然後同時也透過這個畢業製作 讓台灣的年輕人 還有台灣的老一輩的長輩、前輩等等 更加關注台灣的未來 或是台灣的過去 台灣的過去其實也 很多人常說一些文化 會慢慢的流失 但是在這樣的合作中 其實也可以發現 他們也是可以互相交流 然後一起走得更長更遠 然後一起走得更長更遠 我覺得透過這樣的合作方式 去傳達一些理念是非常棒的 非常感謝焦點 就是邀請我們兩個來這邊做我們品牌創業的分享 透過這樣的分享 我們也再重新聯繫了一次 我們當初為什麼要創立這個品牌 然後當初創立的初衷是為了什麼 我覺得創建的路上 常常要提醒自己 當初的初衷是什麼 因為常常遇到很多困難 會覺得很灰心 但是透過重新的思考 就會覺得 應該還是可以繼續走下去 再努力看看的 如果大家有認識 或發現一些各個產業的 各個領域的人才 也可以介紹給我們知道 我們都可以想想看 可以一起怎麼樣讓大家 透過合作被更多的麻線再看到 如果大家未來想要創業 走創業這條路的話 我們是比較建議大家 能夠以不同的角度去觀察 產業中的既有問題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服飾產業 遇到很多惡性循環問題等等 那每個產業裡面 一定也有它的問題存在 透過逆向的思考去想說 我們會怎麼解決這樣的問題 或是反正就是一些 比較立下操作也做的 像是我們就是不想要網美 覺得網美太無聊了 雖然會比較辛苦 但是也會因為這樣看到 會學到更多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我們還沒有曝光的 2016年秋風 還沒有曝光 但是先讓大家從最後看一下 再來 可以看 大家看一下這個文案 我們是把我們 我們想要做的呈現 是我們把期盼 比喻成我們的人生 我們的人生中 常常會遇到很多的選擇 很多的重大事件 那可能會改變我們的想法 或是我們的個性 甚至是我們心裡面 本來真正想要做的事 我們希望透過這一季的 這一系列服裝 去提醒更多的人 不要忘記自己最初想要做的是什麼 然後要繼續努力發掘自己的價值 還有潛能 一定要相信自己 就是不要因為意思很難過 然後就覺得帥了 算了 算了就這樣 這就是我們 我們是Epop Baggedy 如果大家有喜歡 有想要表達 支持什麼都是可以 關注一下我們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Annie原理 然後等一下你們來 回來